其实我个人建议大概在25到28岁 其实就可以开始考虑 从25岁后我们每年的胶原减产率 大概是1到2% 也就是其实25岁到大概85岁 这60年的时间我们的胶原蛋白 会从活性非常多很多量 到几乎完全枯搞耗尽 所以其实25到28岁 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去规划 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抗老大体的一个质量 嗨大家好 我是林玉敏学森所院长 郑黄忠宇医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关于凤凰电波的大小事 是的哦 因为其实凤凰电波原厂 子专探头有分600发 以及900发 两种不同的一个发数 那其实拆封后都是要一次的使用完毕 因为这个探头接上原厂的机器之后呢 其实只有两个小时的一个使用期限 一定要在两个小时内把它吃大碗 所以其实不建议跟你的朋友啊 或者家人去做这个探头发出的一个分用 因为其实探头上它是有一层保护的一个薄膜 在皮肤上平贴 当你如果重复使用之后呢 有可能产生薄膜的刮伤 这样会增加烫伤的机率哦 那在原厂目前出的四种探头里面呢 比较特别的其实是使用在影周的闭眼探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介绍图上面 它传递的深度是比较浅 在皮下的一个mm的这个深度 所以它刚好是使用在眼皮 周围这种比较薄啊比较细致的地方 那也是目前在做一些拉提紧实的机器里面 大概非常独特能够做在 几乎最靠近眼球周围的眼皮区域的一个探头 第二个探头是大家比较少见到的一个叫蓝钻探头 它的设计是比较小的探头面积 发数比较多是1200发 治疗的深度大概在皮下的一个4.3mm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使用在圈脸 甚至也是有人把它使用在身体的一个治疗 但是呢因为蓝钻探头目前在使用上 因为它面积比较小 那其实大家在选用上还是比较偏要使用纸钻探头 所以目前蓝钻探头原厂已经停产 所以大家应该也都已经使用到不到了 接下来就是目前最夯 也是寻目度最高的纸钻探头 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就是一个紫色 所以以此为命名 那它有两个发数 一个是600发 一个是900发 治疗的深度也都是在皮下的4.3mm 所以其实是整个真皮层都可以去治疗到 这两个发数的选择呢其实也是看你的年龄以及松弛度 那它可以使用在整个圈脸 然后轮廓线脖子 那甚至也有人把它拿来做身体的紧实 甚至提臀 那这个就是目前第十代 凤毛电波比较独特的一个纸钻探头 可以看到它跟第三代 CPE探头 其实相比之下的面积其实从3个平方公分 上升到4个平方公分 增加1 3分之1的面积 所以增加的范围呢 可以增加我们治疗的深度 以及范围的强度 所以其实它是比较省发数 效率比较强 而且治疗的时间也会缩短 减少疼痛的时间 那最后一个探头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样子 是不是很像那个古兽皇帝 盖章的那个玉玺 所以它放了很大 大概是4个磁钻探头的一个面积 那这个探头呢 目前四代的凤毛电波 一个探头是五百发 所以治疗的时间会比较长 大约要一个半小时 所以它其实治疗主要在身体的一个 肚后的肚皮松弛啊 橘皮的改善 那以及臀部的下垂 这些都是一个它非常好的一个治疗区域哦 如果是闭眼电波 它四百五十发一颗头的 治疗价位在 到六万左右 那甚至可能又更高的 也有更低的 黄金电波呢 它其实是以九百发到一千两百发 治疗的价位 认据就非常的广 可能有三四万 六到十万左右的 这个部分可能是 需要再跟诊所去做确认 那目前最受欢迎的磁钻探头呢 六百发的治疗发数呢 市面上价位大概在八到十万左右 那如果是九百发的话 大概在十到十五万 那应该也是有在更高的 也有相对上比较偏低的诊所售价 最后一个是 这个五百发的身体的预心探头 那治疗价位就会比较高一点 可能会在十五万 甚至到十八万 都有可能 那这么多探头 其实刚听到的价位的区间 其实非常大 有时候其实真的会搞不清楚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认明 就是这个诊所 第一它去跟 凤凰店铺的原厂购买机器 这些都是有认诊的 第二也都是跟原厂进 所谓的公司化的一个有保障的探头 公司化的探头呢 你可以去做QR Code的扫描 官方的原厂的网站上 其实都是有名列 使用他们机器的诊所 那这些就是很重要 代表说它来源是无物的 而且是很有保障的 最后当然还有 医师本身的一个治疗经验啊 以及它的一个资历 以及它的美感技术 这个部分就建议大家 一定还是要到院所 就跟医师做亲自的咨询沟通哦 那目前针对凤凰电波 比较常见的这些探头 它每个探头大概治疗效期 能维持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举例来讲 如果是眼周的避眼电波 大约在8个月到10个月 可以重复做一次的施打 因为其实眼周 是一个我们非常过度使用的区域 其实非常容易产生 一些老化松弛的状况 子钻探头呢 增胶原的一个过渡期到减少 大约会是一到一年半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建议 如果是对自己的 脸型肤矿 非常有要求的人 大概还是可以 每年固定施打一次 相对上只是比较想 蹦铃 我想老得慢一点 其实在一年半 或者两年去施打一次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最后其实在 比较少人做的一个身体探头 因为毕竟大部分会是 产后松弛 比较希望在肚皮也有紧实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情况 有些人可能在一年半到两年 或者三年 去做一次重复的一个试做 都是可以的 到底什么时候是最适合做的时间 其实我个人建议 大概在25到28岁 其实就可以开始考虑 从25岁后 我们每年的 胶原减产率大概是1到2% 也就是其实25岁到大概85岁 这60年的时间 我们的胶原蛋白 还会走活性非常多很多量 到几乎完全枯搞耗尽 所以其实25到28岁 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去规划 做一个适度的一个 看脑拉体的一个质量 因为我们老化其实是 随着年龄是多层次的一个退化 那有可能是真皮层流失 脂肪层的一个萎缩 筋膜的松弛 甚至骨膜的流失 所以它每个层次 其实需要的东西是不太一样 凤凰颠簿本身是对胶原增生 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那以及腹脂的改善 但如果说它松弛的层次 到更深层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建议在 辅助其他的一些资料 也许是注射类的 也许是腺调 也许是尹波拉提 甚至有些需要做到手术的介入 还是建议到诊所端呢 与医师做一个完整的评估 让他帮你做 你的脑化层次的一个规划 所做出来 比较会是一个客制化 而且是对症下药的疗程 也许是对症下药的疗程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